今天阳光有点那个 阳光有点足 咱们把那个遮阳 这阳电给它弄上 这样一会儿回来的时候 咱们就 不怕它那个热了 好 准备好 然后咱们去徒步探险 去一个 鸟不拉屎的地方 咱们把这阳电弄好 开胃 这样全部包裹 一会儿咱们回来的时候 就不怕里面烫了 然后看一下 我这里有个太阳能板 给里面的灯充电 这里看着像一望无垠的草原 实际上它是暗藏危机的 这里实际上是那个沼泽地 希望这坡的有那个石板路 所以咱们走着的话就非常安全 如果在旁边走的话很容易就陷下去了 看前面全是那种泥棗 咱们来堆一个塔 小一点 比它高 接下来就这种石子路 不是很好走 前面一段餐就是Kinder Scout 加油 终于爬上来了 那边还有个水库 继续往前走 我们已经到这个瀑布了 当然没有听到水声 应该是没有水了 咱们凑进去看一下 就热没点水了 现在有一点点 然后一直流到下面 下面那个水库 这水不凉 咱们在这块石头吧 这块石头上修着一会儿 好的 咱们再补充点能量和水分 来看看我的户外神奇 一根黄瓜 这可以补充能量 然后同时也可以补充水分 嗯 上去看一下 哈哈 哈哈 小佛 嘿嘿 把那颗凤子拿出来 准备看弄东西吃 哈哈水开了 咱们又开始吃火锅 吃火锅 西方肉 多点肉 这个外路不错不怕风 真不错 虾呢 在这种荒椒野里能吃一口热饭 真的是太爽了 然后能够吃火锅简直就是奢侈 他们怎么洗锅呢 因为这个水比较珍贵 咱们就用那个餐厅擦一遍 擦完一遍之后 咱们再往里面倒点水 把那个水喝了 再擦一遍基本上就干净了 所以就浪费水 差不多干净了 咱们再往里面倒点水 我再清一遍 咱们喝的时候咱们就转着圈喝 这样让它每个面都浸湿一下 浸湿一下 OK 这样把这个残渣基本就洗干净了 然后咱们再用另外一张纸擦一遍就可以了 用筷子把它夹住就这样 在里面擦擦干 基本上干了 然后再用水面用这张纸来把擦下筷子 搞定 好嘞 九度饭饱 咱们往回赶 撤 这个石板已经剥落掉了 你看 好薄一层 像纸片一样 咱们回来了 我们看车里热不热 不错 很凉爽 真的有用 这个 这阳电确实非常有用 前面是一辆高尔夫GTI 很漂亮 好 终于回到车里了 好累 这里环境不错 然后 好 这个地方也蛮平的 咱们今天就在这里扎营吧 不想走了 太累了 咱们休息一会 一会 一会 躺一会 然后咱们晚上就起来 弄饭吃 好 朋友们 今天太累了 就没有做饭 再去买这个 呃 陪那鸡来吃 咱们啃 啃鸡腿 来 尝尝 两个大鸡腿 嗯 好吃 咱们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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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